大家好,我是東京走球的鮑勃 東京真的很好玩 在市區內玩個幾天不是問題 但行程的其中一天,會不會想換個心情 離開這個大城市去看五地海景 到Outlet寫拼 爬個小山 拜訪古城 參觀國寶 或是看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 本集影片鮑勃就來介紹從東京出發 約一兩個小時內 就可以方便到達的一日遊景點 那我們看下去吧 相信大家都有聽過伊豆這個地名 這裡是東京居民週末很喜歡自家遊的地方 伊豆半島本身面積有1400平方公里 大概有五個台北市 或是東京23區兩倍多的大小 可以觀賞的自然人文景觀真的很多 如同熱海一樣 有很多很棒的溫泉旅館 通常要兩天一夜遊才可以玩得透徹 但沒有時間的話 我們也可以用一日遊的方式 玩遍伊豆的幾個知名景點 我們到達第一個景點 伊豆之國全景公園 大概是上午九點左右 名字叫全景公園 大家就知道景色會很美了吧 那事實上也是 我們從三角搭乘全長1.8公里的纜車 海拔往上升452公尺 到了山頂可以全景享受伊豆的美景 雖然拍攝當年是晴天 但很可惜拍攝起來還是有霧霧的 否則搭配富士山欣賞伊豆的景色 應該會更有看頭 我們在山頂上的商店 吃一些東西加早餐吧 Bobbo來訪的時候天氣很熱 點個咖啡霜淇淋 邊吃邊看景 悠閒一下真的很不賴 現在時間大概十點半 我們搭乘纜車下山後 回到停車場開車 大概20分鐘的車程 我們來到了修善寺溫泉 這裡是伊豆半島歷史最古老的溫泉 也是日本百名湯之一 這裡的景色伊山傍水 是夏木、樹石等等的文人默客 喜歡拜訪的景點 也有很多溫泉飯店 這區也是鮑勃喜歡的日劇 約定的灰姑娘的取景地點 突然大家可以在這邊花個一個小時 沿著河畔散步 經過浪漫的櫃橋之後 往竹林小徑走過去 雖然人不在京都 但是卻很有藍山的氣氛 最後再走到有一千多年歷史的修禪寺 離開修善寺溫泉 現在大概12點 我們開車約25分鐘 來到靖林瀑布 這個瀑布是日本瀑布白選之一 花點時間從停車場走20分鐘的自然步道 就可以看到瀑布了 由於這裡位於深山中 而且有瀑布跟河流的緣故 讓這裡夏天氣溫最高溫不超過16度 十分的適合避暑 然後也很適合芥末的生長 那瀑布本身高25公尺 寬7公尺 近看非常的壯觀而且清涼 另外這裡也有天成國際尊釣場 大家可以體驗一下邊釣魚邊看瀑布的樂趣喔 也可以順便在他們的茶屋吃個中餐 離開瀑布現在時間大概下午2點 我們這次直接開一個小時左右的車 來到夏田市 夏田是位於伊豆的南部 是一個集結溫泉、海灘、還有歷史的小城市 那鮑勃這次著重在他的歷史風情 1853年美國黑船來航 造成了江戶幕府鬆綁鎖國政策 Perry Road就是當時美國海軍準將 馬修培里所走的路 一路上有許多具有歷史風情的建築 很適合拍拍照 那這條路上也有很多可愛的咖啡店 鮑勃來到了大正時期建造 已經超過100年歷史的古名家咖啡店 草畫房來喝杯茶 吃個下午茶補充一下體力 看看優美的河畔景色 現在時間大概4點半 我們趕天色變暗之前 去拜訪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對了 如果覺得行程有點太趕的話 可以在規劃行程的時候 挑掉一兩個不喜歡的行程 畢竟出去玩還是玩得開心最重要 我們開車一個小時左右 來到成之起海岸 取材的時候天色有點暗了 還請大家多多見諒 這裡是4000年前左右 大石山火山噴發流出的岩漿 所創造出來的獨特地形 熔岩峭壁加上大海的景色真的很棒 因為長48公尺的吊橋也是這裡的特色 往下看223公尺就有海波浪 有點巨高震的人走起來 應該會真的會怕怕的 那我們今天的行程 也在乘積起海岸中結束囉 以上就是東京附近 適合一日遊的行程 希望看完這部片 可以讓你來東京自由行的行程 更豐富多元 如果喜歡這種類型的影片 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挖寶 以及加入會員 讓我們有更多的經費 拍攝更多優質的影片 如果想多多了解包補跟文恩的話 也可以like跟follow我們的 Facebook粉絲團 以及Instagram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